大家好,欢迎来到咱频道 中俄的海上联合巡航 让外界尤其是很多对中俄的关系做各种猜测的人 我觉得彻底的失算了 台湾现在有很多人在谈 说普京有可能会联合美国制衡中国 他说特朗普能让普京有尊严的结束战争 然后让普京和美国一起来制衡中国 这简直是想当然 特朗普和普京关系 现在让很多台湾人有这种想法 我觉得也不奇怪 因为他不了解俄司 本来特朗普选举这事跟中国也没关系 但是偏偏很多台湾人就会联想到中国 关键是弱 弱他想的就多了 一弱想法就多 咱们说为什么强者 他从来没有那些个所谓的叫什么悲情 那都是弱的直接产生结果 我讲没错吧 但凡产生这种情绪都是因为弱 强者从来没有悲情 你弄死个蚂蚁头你有悲情吗 因为弱 弱者他的情绪相当复杂 而且据说他们在一银 就是普京会和川普拉在一起 然后搞对方中国 我觉得这个想法 着实值得咱们谈一起 实际是就是看看他 咱们说这种神经想法 到底是怎么破解吧 你给他怎么化了解解毒啊 是吧 其实呢 特朗普讲所谓的结束战争 按照台湾人讲 其实就是让斯兰斯基 接受现实 让乌克兰东部地区自治 成立一个中立区 这台湾人想法 这样一来实际等于是把 备战的20%领土的治理权 交给普京了 你自治了吗 至于这个主权到底归谁 然后呢 就是说可以以后再谈 让他先自治 这种情况下 普京就算是有尊严了 体面的结束战争了 这是他们台湾人啊 给普京出的出影 自治就可以了 普京要自治吗 对普京来说 如果真的这样好的话 那当然是 对吧 咱不能替普京讲 但是我觉得 如果这样的话 当时乌克兰危机 头三个月的时候 他也想这样 让他们独立自治 那时候还没加入过联邦呢 所以他们认为特朗普 给了普京想要的 可能就是以 当时普京在基辅后撤之后 想要跟乌克兰谈 以这个条件 他现在还认为 普京还要这个条件 认为极有可能 川普要拉普京 以这个为条件 拉普京 然后呢 制衡中国 那美国要联合 制衡中国 这个问题啊 这个一直是在被很多人拿出来谈 恨国党也在谈 普京真的会这样吗 直接告诉你 不会的 首先咱们知道啊 这普京以前吃过美国多少亏啊 他一直讲自己被骗 早数年间啊 普京曾经想与欧美 一起联合什么G8是吧 包括现在啊 你看现在美国俄联邦这个 俄联邦的安全委员会的副主席梅德维基夫啊 对美国人说的话 重话啊 那个赤裸裸的 这个人当年可是 这个专业欺美啊 他专业就是欺美啊 他跟这个 谁啊 跟这个黑人总统啊 奥巴马吃汉堡那个视频 那个赵银是吧 典型的嘛 但是普京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之后啊 也曾经多次表态过 自己之前被美国骗了 然后呢 普京已经不天真了 就直接告诉他呀 他不天真了 他不会把俄罗斯的未来是放在美国人手上的 什么联合美国制衡中国 一旦打起来 美国人是跑了 我他妈俄罗斯就挨着中国 我他妈倒大美啊 谁傻嘛 都不傻 其次普京现在啊 就特朗普开除给普京的条件啊 我觉得 这必然是让俄罗斯对吧 这个亲美的 这个是与俄乌战争开始之后 普京在国内把这个亲美派全部弄下弄下台 就完全不符合的 他就没给自己留后路 仅仅俄乌停战是不可能 不可能满足普京条件的啊 现在俄军前线打的这个这种情况啊 这个就算特朗普不出面 人普京也可以用自己的这种这种能力拿拿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拿的可能更多啊 普京真正想要的东西是什么啊 就是一边跟东方中国做生意 一边跟欧洲发展贸易 俄罗斯现在的想法就是一边跟中国做生意 一边跟欧洲发展贸易 这就是欧亚一体化的核心 这个美国允许吗 俄罗斯要亲美 实际美国人能给俄罗斯是什么 是分裂欧亚大陆 这是符合普京的计划吗 普京要团结这个整合欧亚大陆啊 大家想想这个一个川普啊 这一个人多大魅力 让普京把他的整个的世界观改变 还有汤普如果真的有这个要 要和欧洲四啊 咱们说这个结盟的意思 那显然中国不会刚看着 中国会刚看着他们结盟吗 俄罗斯经济现在多么依赖中国 这个不用说了 欧美也必须承认 这不是不是你这个四年就能转变过来的 那现在就下令啊 让俄罗斯这个大国转向西方 然后呢啊 他他没有不沫耳说转就转 就是台湾人喜欢把自己的一个处境啊 总愿是想成大国也是这个想法啊 就我看他们拍什么那个啊 亲公戏啊 包括中国大陆的电视剧啊 各种各样的 那就是台湾人易于的人啊 想的一个愚啊 愚蠢人的一个想法 那怎么能是那种 他连东北人都不了解 就看着拿这个台湾人的生活习惯 来想清朝人生活习惯 满人你是见不着的 汉人是见不着的 满人在这三百年是很神秘的 你只有在紫禁城能见到满族人 包括你在各地方大园上 那些高高在上的人你才能见到 满人一直都非常神秘 所以为什么封关三百年 汉人见不着满人的 满人只有在紫禁城北京城里边 你能见到 而且管他们叫爷 你也见不着的 这种逻辑在之下 说白了你怎么可能你能想象 或者你能认识的他们的生活呢 你想象不到的 这就是不了解历史 所以他就闹无各种各样笑话 一样他现在想象说台湾人可以今天选明天就变 他认识俄罗斯也可以 实际不可能 总之吧 美国要联合俄罗斯制衡中国的说法 基本上就是挑拨中国关系 没什么意义 但是这个事出在台湾人嘴里边 也不奇怪 但是中国斡旋跟汤普 现在看就不是一个逻辑 川普吹牛说24小时能够让乌克兰牺牲自己 然后满足自己美国的要求 然后和俄罗斯结束俄欧冲突 这个事本身听着就不靠谱 24小时啊 这死了多少人呢 你把美国人想的太深了 你想如果川普真的有这种能力 真的就这么干了 咱们说真的就是 他当了总统后真的就这么干了 那么美国其他盟友 就别说中国了 就你谈门想 你说真的是不是俄罗斯和美国结盟 对不起中国 你想想其他的盟友 美国其他盟友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他盟友原来的利益 是不是就被美国彻底出卖了 跟俄罗斯搞 欧洲人怎么办 那这个欧洲人想想 如果能把乌克兰出卖 那我欧洲利益是不是随时可以出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